看到 播放大陶珍 最難過 一個景色 那平常的學生在讀的時候經常說 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很悶啊 都不知道它在寫什麼 就譬如它 我們是可以很確實、很準確 很細緻地描寫出那些影文 如果更好的呢 如果有一人一部iPad 它可以拿一個iPad去果欄那裏 一邊拍一邊拍 然後回來剪片 錄音 其實可以變成一個 加上音樂 變成一個音樂影片都可以 所以寫文其實都可以很多元化 那我們也想做得更多 好的時候 我們發現寫文章的時候 可以避免從知大業的這個問題 我給你看一看 我們上課的時候 學生的一些作品 我覺得津津有味 如果那些同學沒有親身體驗的時候 始終都是差這麼一點的東西 那 或者都可以再分享多一點點 如果你說給我聽 如果你是老師 為什麼你給60分 或者為什麼你給80分 這裡有些同學親身經歷過 這些檸檬茶高考的一個作品 是沒有的 據同學來說 他可以更具體掌握到 究竟老師平台作品的時候 那些尺是怎樣的 OK 還有這裡其實給他們 因為跟他們說明 你要寫出檸檬茶的那些特徵 有沒有寫出來 那他自己 用完高分highlight了 就是我有寫到的 OK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謝Sir有什麼例子 譬如高中現在要考小組討論 譬如有時候他們五個學生 做完一個討論之後 那老師想平檔回的時候 以往我們錄影沒有那麼方便的時候 就只能夠跟他說 你剛才第三次發言的時候 是怎樣怎樣的 但是可能經過了一個討論之後 他都不記得我第三次發言 是講過些什麼 那所以呢 現在我會有一個 在交流上面 找了五十個高中以上學歷的年輕人 他們是密寫六個在中國裏面 就可以熟練運用的詞語 結果五十個人之中 沒有人對 沒有人全對 對一半以上的只有十三個 OK 那可能呢 他的引入 我播給他看了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會再跟他說 你剛才那個引入 其實都不是一個小組討論 應有的態度 你看看你自己好像 對著一張紙在這裡說 或者是我們做引入的時候 不應該是 將題目原本本再讀一次 而是應該有些 我們好